剛才亦想說不同的事 今天很多網友都恭喜 因為他看阿澤 動文澤 四川陸說是十大網台的YouTuber 見還是留的 動文澤的數據 怎樣計算回來 應該是出片的數據 因為他不知道表是怎樣去統計 當然是見過 不是阿澤統計 只是說 有人不統計 就是排隊四 啤梨 第一呢 第一是蕭山 第二是劉鑫 他是算網台 算YouTuber 還是怎樣 應該算那個節目 OK 說真的 可以這樣說 雖然我們一個節目 有些人有兩三個節目 但我們每天就做六節 再加上現場有很多Live 即是做直播 其實如果以我們的記者群 還有肥歷 功夫佬 俊仔 敏仔 賢仔 波仔等等 還有很多人 平時做老師 譬如現在大家看 像現在都看到 由這幾天開始 有人攻擊我們啤梨晚報的記者群 即是用不同的帳戶 我們都已經知道 我們已經成為了很多藍絲 即是你又上《人民日報》 烏鷹哥的眼中釘 又說你被人打 即是傳那些假圖 然後就說你們一定是假的 推記者證 我告訴你 就算你再留多一千個言 倫過一萬個帳戶 我們啤梨晚報的記者團隊 只會更加之多 你想消滅我們 是不可能的 你想滅我們的聲音 一個條件 是我們死亡了 混蛋 你以為花幾隻字 或者花十個美女 你坐下了 你不要那麼激動 他想滅我們的聲音 不需要打死亡了 你不要說到自己那麼高 說花十條美女 他給你兩條美女 你也一分鐘就滅了聲音 有條件 我簡單一點 因為他會玩到厭 你給我五千個 我立即收聽 四千二百萬也不可以 我計算了這條數 有五千萬我立即收聽 不需要找人砍我 老實說 即是我 首先你再說第三才行 先我再看一次的圖 第一是蕭若元 第一是老蕭 第二是劉世良 先看看 第三好像是李慧玲 第五是桑寶 第六是玉文 第七是阿森哥 第八是鄭家庫 第九是鄭京康 第十是阿傑斯 你老母是 其實你說進了一些很厲害 例如神區那些都很厲害 我絕對吞不到這口氣 我排一百沒有所謂 排一千也沒有所謂 但是我竟然少人 看我李慧玲 第一 我們出來做都是做了半年 但是這個節目是做了六年了 沒有 我們這節目做了十五年了 零六、零七、零八、零九 快要四年了 四年都未夠 快要三年多了 我們這節目以前再亨利、史提、一恆 大哥 李慧玲 老實說 我自從他當年在商台 即是阿翊敏那段時段 聽過一兩集之後 我就令他不相信 為什麼呢 不是他做節目的那些 說是說非 他的聲音真的很難聽 大哥 但是你經常說 他身材在吸引你 不是他是大波 不是我說的 那些人跟我說的而已 誰跟我說他很大波呢 你有留意到 你有去看的 沒有 我現在看到他真的很大波 誰跟我說他很大波呢 有兩個人跟我說他真的很大波 不是 那兩個人都是你剛才說的十個人名字 有份 有份的 親口跟我說他很大波 嗯 那我猜到其中一個 你… 第二個人也猜到了 第二個人是誰 不… 免得說 你也知道我猜到哪兩個人了 這兩支麥克風 曾經很厲害 真口跟我說過 他真的很厲害 嗯 這樣說 嗯 我不知道呀 你這麼幾十歲 我對他都沒甚麼好興 因為我們現在 既然做了四十個 我昨晚就因此而失眠 為甚麼我們是排第四 為甚麼不是第五 為甚麼不是第三 為甚麼不是第一 為甚麼又是第四 是否因此而 我們需要改變一些風格 譬如說 我們不要再說粗口 嗯 不要再罵人 我們要理性討論一點 持平一點 起碼我們要攀過李維寧 嗯 你說我是男性三民主義 怎樣也好 輸給一個壽制 我認為是不合理的 是不可能輸給我們這些壽制 嗯 OK 有些人就說 最近十大名罪 有你份 這樣 頂呀 那些是虛的東西 不說 大哥 對啦 你知道那個綁嗎 說兩句吧 那個綁是方便共產黨捉人的 大哥 讓我動你的東西 讓我動你的東西 不要讀 是大哥 不要讀 讓我動你的東西 動一動你 總之 還有沒有甚麼公信力的 你想想大哥 我們這些一個禮拜 做到連聲音都沒有 都是排第十 唉 接著有些 說大哥 不用怎麼做 你看大班那些 不用怎麼做 都排在我前面 OK 還有那些 做十分八分鐘 那些就排第一 所以就沒有甚麼公信力 不要看 不要理 但是總之 我想說 我們的壓力 也都是相當之大 大到真的無論 不足為愛人道 希望大家就 但是 希望大家就繼續撐 這種撐 我覺得就是 無論你subscribe 看啊 給個like 或者是給個 留個言 就是一種 今天對我來說 是一種 很有力的 繼續頂下去的 你以為記者 真的是阿豬阿舊都辦得嗎 記協又查入息 又查公司 還要會員介紹 但Chris在想 有沒有辦法記協可以做多一點 我知道你們有難處 因為公民記者 不一定是記協會員 但是我舉個例子 譬如記協可不可以做一個公開的 自願登記的網站 因為我想記協成員就一定沒問題了 譬如你講完 譬如正式在網站寫明自己的名字 和新聞機構 他們實名制沒問題 但如果有公民記者 他為了對自己的保障 亦都是避免別人懷疑的話 全部都可以自願登記 實名制都寫在這裡 這樣會不會是多了一重的保障 或者多了一重的信心 至少可以在網上檢查 是的 如果示威者懷疑你是鬼的 那就馬上檢查 原來不是的 我已經有名有姓 我登記了 起碼在今次現在這個運動裡面 我是會做採訪的一個記者 無論你是公民記者身分 什麼記者身分都好 那麼記協可不可以考慮做多一層這樣的功夫呢 我想Albert你提過的 基本上都是說我們有一些的準則 然後就有一些的確認 某一些的人士 就是他是記者 是嗎 是啊 是啊 而且是自願透明的方菲 我想用小時間說一下 我們現在怎樣有一些什麼的準則 如果從會 從記協局 我們一個工會 工會政府是有要求 什麼才是成員 什麼才是正式會員的 就是你從收入 你是過半 是從新聞工作那裡的 如果他是正式會員的 譬如說我們會發記者證給他 他拿的記者證 就是公眾知道他是一個會員 是一個記協的 如果從政府那裡 他就用報章登記條例的 然後他去年開放了網媒 如果網媒符合這條條例 現在我們看到的十幾間網媒 他們都是註冊了 拿了記者證 就是他是這些機構 他可以去記者的一些 證書記者會 或者是 我相信去到一些 比如在這些場合 有時候警方要查證 他都會看看 是不是這些 不好意思 楊瑛姐姐 我們差不多 現在夠時間 好的 很簡單說 是有一個很難去界定的問題 明白 希望大家多 有一個很權威的機構 我們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這樣 好 我們回來再討論 好 其實香港是沒有法例規定 什麼叫做真記者 也都沒有法例說什麼叫假記者 所以警方經常在記者會中重複提及 說香港有假記者 其實是一個錯誤的說法 其實在香港來說 任何人都可以註冊 成為一個媒體 好 下次我啤梨抹頻道 走上去 叫你給牌子 稍後等等我去訪問他 各位 不如這樣 做記者證 現在做記者證 我們網台可以不可以做 可以 但是不是每次都承認你 那就簡單了 那我出《月刊》呢 藍字報紙就 如果我出《月報》呢 不能不承認他 好 既然是這樣 我出了《月報》 啤梨月報 啤梨月報 就一張紙 《月報》就是《蘭花報》 到時候你們要買 《月報》 不要撐住雞頭 十元八元 我出張《月報》 出了兩期 我就申請記者證 你不能不承認 我跟你就是記者 我《月報》 你們看我怎樣訪問人 我《月報》 真的要搞 印一張紙 好像六五萬斤 《月報》一張歌 我鹹的東西都一版 只剩《波經》都可以 《波經》是一版 《方正波經》 《水狼馬經》 那些字都這麼大 這些heading 那些細字都這麼大 我們的證據還比較老 那就不能不承認了 喂 怎麼樣 有好處 《粉紙印刷》 《丟你了》 接著我 你看我怎樣訪問這些含革殘 《波仔月經》 《丟你了》 沒有仇恢 現在兩人不懂得問問題 是的 現在記者 是的 而且沒有自然反應 還有 很慢 他一問那些人 那些人有些稍微 不要說寸嘴 回答到他 他又不能寸 或者寸到他 他不會懂得回答的 我說 《丟你了》 我不要這樣想 我問你了 回答吧 你老母 你怎麼回答 你不懂得回答嗎 你是要這樣 不是你可以不說粗口 但是你是要這樣 問記者 你看外國的記者 很大飛馬 怕不像當年 是啊 古髮仔 古髮仔 好看 有個警察 因為閾雞不聽話 閾雞又不帶 營光衣服 又不帶記者證 問他閾雞甚麼 為甚麼去拍攝 我說閾雞是我的同事 當然他問我 喂 你是哪間報館 然後我離職記葬 把我的記者證 我掛著 《丟你》 《丟你》 然後他要勾勾頭 《蘋果日報》的死對頭 我說行行行行 好了 他繼續 不是 你們不行 我告訴你 這個證現在做得似好一點 但還是不行 其實這個證 如果你要做得似好一點 最簡單 老實說 講到做這些事 我是天才 很簡單 不要用這個套 用一隻 旁邊是人造皮 那隻套 這樣就像樣很多 真的很像 立刻 當然這張是真正 我們overwise的出來 就是真正 林康正因為是第一身 而我們啤梨晚報 真的不怕跟大家說 是一個好的規模 在這次的直擊報道之下 因為我們正式的員工 都不知道是不是算員工 只有林康正一個 我們有一個part time operator 但是現在 拼忍著我啤梨晚報 這個記者證的朋友 我真的不想知道有多少個 有很多 不過當然有很多 由完行之後 就打了柴 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個 啤梨晚報的記者證 不是犯法的 因為作為持牌人 我認可每一個 這樣就是合法的 好了 我會說 不 yard了 請 take 我會說 我會說 我們要有三次 人的責任 我們要求 與各位 我會說 你們 有的 不然 不然 如果 我們要求